才有钱花,而那些钱就必须靠储蓄 你记住,如果差不多退休的朋友 你必须在差不多退休的时间 你要准备一笔现金或者定期 比较上是没有风险的 而那笔钱,你预算可以够你三至五年花 为什么要这么长,而不是三至六个月? 因为如果你能够有一笔钱 是能够放到三至五年,而那笔钱预计将来一定会花 其余的资产,你可以将它再放进一些 可以看到一个长时间的预期回报的产品里面 例如一些进取少少的投资 你有了那笔钱放在那里,你安心 你就不担心投资的钱,再有一个很大的波动 在我们做投资来说,经常都见到一些问题 为什么那些人低位会沽,而高位会拿呢? 就是因为他经常都觉得会再升 这个就是在市场的环境影响你 但是反过来,为什么低位要沽呢? 就是一来担心,二来可能真的等钱花 就是他的流动现金不够 当你做够了这件事的话 你就不用再担心有这个问题 当然不是告诉你三至五年后一定在升 这个大家估计不了的 但起码你有个时间去观察 你个人自然可以比较放心 整个我们讲理财 其实讲到最后是想有什么目标达到呢? 就是心安理得,个人安心的 你安心你做什么,你都会做得好些 这个退休策划也适用 最后,这个叫全面策略来说 就是说过去表现不代表将来 一方面就是一些升得很重要的东西 不代表将来都会升 反过来,去年恒生指数这样 今年反过来,未必是这样的 全球的股票市场都是这样的 美国已经创造八年还是多少年的高位 这些反映着 市场的变化,并非你能够控制到 但反过来,你能够控制到的就是 你自己的一种态度 究竟你怎样去看你的退休生活 你怎样去调配好你的资产 说到最后的就是 一定要先令到自己安心 还有就是不要太过进取 无论市场怎样波动的话 除了你捕捉市场以外 你就要靠策略去帮助你自己 而基本策略就是透过一些平均成本法 以及适当的资产配置 例如你在不同的基金、不同的市场 都能够做到这样的 而在现在来说 在资金局的平台 是有很多不同的工具帮到大家的 大家不妨可以在里面计一计你退休的需要 又或者比较不同的强积金里面的收费 它的表现 所有东西今天是非常透明度高 非常充裕 是可以帮助大家做好你的退休 以及理财策略 我今天要讲的内容就这么多 多谢大家 今天我们讲的是市场波动下的 强积金投资策略 除了强积金的基金选择以外 还有很多事情是需要注意的 包括了强积金 不代表你整个投资 退休的组合的所有 一定要有不同的部分 才能够帮助退休 还有就是 考虑上适当的现金的储备 是作为一个将来退休生活的需要 除了强积金